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继续请放掌 我们继续来学习感应篇 会篇 节药 我们在这个第一段 太上也获福无门为人制造 我们学习到第七条 我们今天接着学习第八 一曰 积者动之为 其胸之先见者也 于此聚得破 做得主 自然欲敬里存 动于集会 若毫礼有差 天地悬隔矣 那么这一条给我们再解释 这个G这个字 我们昨天 这个学习到第七条 决责内观动造 人心善恶莫不有机 一念内造便知向往 那么 给我们讲这个义经 义约呢 就义经上讲的 义经是我们中国最原始的一部经典 那么中国文化呢 这些经典啊 可以说都是从义经发展出来的 那么义经上讲啊 给我们说明啊 积者 这个G这个字啊 是什么意思呢 动之微 这个我们起心动念啊 刚开始啊 不是很明显 就是那个 刚开始 微微的动了 这个时候啊 叫G 那还不是很明显 虽然不明显啊 这个G就是啊 吉凶之先见者也啊 这吉凶获福啊 就是在这个G 刚动的时候 我们一般的话讲啊 动机动机啊 其实动机啊 这个也就是根据这个义经来讲的 你做什么事情啊 你是什么样的动机啊 这个G就是我们 那个心啊 最初开始动啊 还不是很明显 但是在这个微微的动 你是动善念还是恶念啊 这个 就是 造善造恶的 一个开端啊 那结果就是吉凶获福啦 所以 G就是动之微 吉凶之先见 这个你见吉见凶啊 都从这个 最初啊 你现在在这个起心动念啊 这个刚刚蒙动 这一念啊 就要去观察了 这一念去观察呢 是善还是恶 那么如果是恶呢 那你后面发展就是 往坏的方向发展 就造恶业了 如果是善啊 往善的方向发展 就造善业 那么 以此 G的破 这个G就是 我们 平常讲 看的破啦 G的破就是 你要去观察了 我们的起心动念 到底我现在这个念头 是善还是恶呢 自己啊 要去内观 往内心啊 去观照 观照我们的起心动念啊 刚刚开始的时候 这个念是善还是恶 那么 如果善啊 那当然 是很好了 可以 保持了 那如果是恶念啊 那赶快转过来啊 转成善念 那么 我们念佛人啊 就直接转成敬念啊 但是如果你还不能 马上转成敬念啊 先转成善念 直接转成敬念 当然是 最好 但是总是啊 我们在起心动念啊 不是善就是恶 再来就是无忌 不善不恶 那么在这个 起心动念当中啊 我们要能看得破 做得主 这一句就很重要 我们平常起心动念啊 我们能 控制 能做得了主 不随着忘恋啊 妄想烦恼 去发展 这个 能够服烦恼 你看得破 能够服得住 服得住就做得了主啦 就控制得住啦 那么我们有自私自利啦 这些欲望啊 贪嗔痴慢 这些烦恼起来啊 我们就要 提早发现啦 刚刚开始萌动就要发现 这个时候啊 要降伏比较容易 如果让它发展起来啦 要降伏下来就不容易啦 那所以要在这个 机威之处啊 就要观察到 能够啊 看得破 看清楚 我的起心动念啊 善还是恶 那么在这个当中啊 我们 才能啊 做得了主 断恶修善 这个 才能做得了主 恶念啊 要转成善念 那么自然啊 欲净理存啦 欲就是仁欲啦 这儒家讲的 仁欲 那佛家讲 贪嗔痴慢啦 这个就是欲啦 烦恼 那烦恼 净啦 这个理就存啦 这个理啊 在儒家讲 天理啦 一个仁欲 一个天理 所以 儒家讲啊 格物啊 就是 当我们人的自私之力 仁欲 贪生吃慢起来的时候 这个是仁欲 人的欲望啊 欲念啊 萌动了 那么 天理跟仁欲要格斗了 这叫格物啊 物欲啊 那么你战胜了物欲 那你就做得了主 如果 胜不过这个物欲啊 压不住这个烦恼 那就是烦恼做主啦 所以 卢家讲 天理 仁欲 天理啊 它是 无私的 公心 那仁欲啊 就是自私自利 明文一里扬 五一六成 贪生吃慢 这个就是仁欲 那佛家呢 讲得比较详细 那儒家讲这个 仁欲 天理 天理就是 经典上讲 不贪不撑不吃啦 那就是天理啦 那贪生吃就是仁欲啦 所以我们在这个 起心动念能 看得破 能认识清楚 能做得住 自然啊 欲净 仁欲就净了 就没有啦 天理啊 就准了 动与集会啊 那么我们所有的 真口一三叶 这些行为 以起心动念 那么都跟 吉祥啊 相会啦 这感应篇到后面 有一句 我们要常常 记住 提起 福心其善 善虽未为 吉神以随之 祸心其恶 恶虽未为 凶神以随之 我们起心动念啊 起个善念 好事还没做 吉神就来了 起个恶念啊 坏事还没做 马上感召凶神就来了 所以起心动念啊 就是感应之急了 就在我们的起心动念 若好理有差 天地行隔矣啊 好理有差 就是 差之好理 谬之千里啊 如果刚开始 那个一点点错了 一直发展开始 越来 越偏差了 那就越差越远 越多了 所以我们在这个起心动念 当中我们要 从这个地方啊 来用功啊 来下功夫 这个才是 真正的修行 功夫才会得利 这个也是我们念佛啊 帮助我们功夫得利的 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原则 好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祝大家福慧成长 华喜充满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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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